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是偽君子之後呢 我們就打開天窗說亮話好了 今天要請他們來告訴我們秘密 也就是請問你們國家的人 最不喜歡哪裡來的觀光客 英國人最討厭的是 因為他們去那裡不會先做功課 他們不會做功課 像你去泰國嘛 你知道差不多要去的地方 對 他們去英國的時候 我朋友他是在我的同一個大學 但是他是倫敦人 他每一次書架他會去倫敦打工 在遊客中心 他們也會安排行程什麼那個旅行團之類的 在我們的市政府倫敦橋的對面 剛好在那邊 他說他的每天的工作責任就是 就是回答很笨美國遊客的問題 就是像他剛好在他工作的那個辦公室那邊 是倫敦橋 那邊是我們市政府 你知道市政府旁邊是大奔中嗎 對 對 美國遊客進來就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怎麼去大奔中 就是 你 大奔中 那個 不是 就是轉身看外面 就是那邊 我這樣的問題 我倫敦橋怎麼去 就是你的後面 喔 OK 還有很多做不到的行程 就是有一個就進來說 不好意思 Ч 那根本不是在英格蘭 那個是在北阿爾蘭 就不對的 他們永遠都在一起的 他就說英國的旅行生地嘛 就是說差不多都 英國沒有那麼大就可以一天 怎麼這樣 美國人怎麼這樣 真的很糟耶 他是每天都有這個 不斷地對美國遊客翻白眼 只能一直回答一樣的答案 對誇張的是一個美國遊客 就是見來說 你可以告訴我們怎麼走到那個 莎士比亞有一個演戲嗎 就是羅米歐朱利亞特 他發生的地方 你可以告訴我嗎 根本就是 對 對 就是說 你有看過 他叫羅米歐 你有念過那個故事嗎 我沒有念過 我就知道他是英國人 所以應該是在英國人 我就知道他是英國人 對 這樣的要求嘛 就是他們想要去很遠的地方 還是根本就不在英國的地方 因為他們不做地理的功課 還是聖地的功課 好了好了 不氣了 差好氣 血壓飆高 不要再生氣 你看你氣成這樣 肚力還不是活得好好的 那請問一下法國人 最不喜歡哪裡來的觀光客 我可以跟你講 特別是 因為我是從法國南法來的 海邊 我的家鄉很小 然後我們最討厭 那邊 特別是那邊 最討厭是英國人 來了吧 來了吧 我跟你講為什麼 是很簡單 不是是因為他們就是講英文而已 因為這裡 就有Thomas他會講法文 他的法文很厲害 但是 不是這個是 因為在英國 大概是2002的時候 這樣有一個 其實是阿爾蘭的安國公司 他們開飛機是從倫敦到法國南部去 馬上有好幾個好多英國的觀光客來的 那問題是 那邊以前的房子很便宜 他們開始賣的 因為對他們來說 特別英鎑 這樣的時候 英鎑真的很高 他們去投資 對啊 所以他們賣超級多的房子 所以馬上 我們的房子那邊 噗 價格變 對啊 好高 所以我們自己 都是英國人賣的 所以這樣的原因 也是很導演他們 哦 很嚴肅的 把他們房價炒高了 不過美國人很討厭 英國人來美國啊 你好意思講我們 因為他們就是有一種 你一定要懂 他們就是因為他們的文化就是這樣 如果英國人沒有來美國 沒有美國 真的耶 你怎麼說話 美國本來沒有人 是不是 他還在 其他的可能沒有 這是美國歷史 好嗎 有 他會在 重點是 那些英國人 他們每次去英國啊 去美國啊 他們就是找到一個很 就是一個很普通的一個地方 他們會把它變成一個 好像是要給你一個很高級的那一種感覺 因為我之前高中的時候 我之前在那個 美國的漢堡網上班嘛 那我們又是一些那個 英國人進來 那他們點了一些紅茶嘛 那我們就是把他們弄好 然後裝好 給他們紅茶 然後我說啊 你們要點點糖嗎 你沒有點糖 咖啡 就這樣 哦 他還會吃 我就是 好 OK 你去漢堡網 你到底要多好的茶 你講嘛 算了 算了 他點了這個紅茶 然後就給他 然後就說 開始喝 然後就開始喝 然後喝幾口 後來他又來排隊 然後想說 這個人到底要怎樣 我心裡已經在準備好 然後就結帳啊 然後說 可以幫我幫你嗎 那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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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要多好 你去麥克當勞點什麼咖啡 你還保怨這個咖啡 他們就是去哪裡都會保怨 你看 來到台灣也會保怨我們美國人 是怎樣啊 英國素食店 他們的咖啡 那個飲料都是你標準的 那你回去英國好了 你不要來我們美國點咖啡 不要點茶 然後再保怨 我在美國 我不會跟店員說 那個咖啡是Bollocks 我會跟朋友說 這個咖啡是Bollocks 我不會跟店員說 那你可 你去墨西哥的時候講 西班牙文 對啊 墨西哥他們講西班牙文 然後我們是去 華南那邊是離美國很近 然後我去一個店這樣 然後要買東西 然後是跟老闆 是用英文講 然後跟他說 老闆這個東西 這多少錢 然後老闆說 我忘了大概是20美金這樣 然後是 我 我是用西班牙文 然後我跟他說 我覺得 我可以給我 比較便宜 這個意思 我覺得 你可以給我 比較便宜一點吧 然後他馬上 因為看起來 馬上看看他的臉 真的很不開心 然後我開始講西班牙文 他馬上很開心 他說 你不是美國人耶 你會講西班牙 是這個意思 他好體貼 他真的好浪漫 對啊 他用一種很詩詞 詩意的方式講 鬼彎模小的 目前1 2 3 有3到4票都不太喜歡美國人 其實我要說實話 團結一點嘛 對 團結一點 我們還有子龍 我們聽聽看 有 意大利人討厭 其實意大利人 除了美國人以外 所以 因為最討厭 法國的觀光客 對啊 為什麼呢 因為法國人啊 他們 比較浪漫 你看 就是這個態度 難怪 難怪也會答應我們了 就是這個態度 他們就是來意大利 然後就很高傲的感覺 我覺得我 就是 因為我們 就是覺得法國的東西 都是最厲害的 最大 大部分法國的東西 都是從意大利來的 對 所以他們 他們就是來 然後我們會說 法國人有他的鼻子 在他的額頭上面 就是 看不起天下 對 對啊 尾尾尾 我說尾尾尾尾 尾尾尾尾尾尾尾 在你們的眼裡 他們像某一種動物對不對 呃 會不會很像那個 對 就是那種感覺 對 走路這樣 對 很驕傲的感覺 對 然後我們上次啊 我去威尼斯 跟我的朋友 我們要住一個民宿 前面是那個法國的觀光客 我那個時候發現 就是真的很大部分的 義大利人 真的不喜歡法國的觀光客 是 前面的那些年輕的 法國觀光客 他們一直都 看不順眼 那個民宿的所有的東西 他們就走路在那裡 就是看的時候 我聽不懂他做什麼 但是那個櫃台 感覺有點聽得懂 然後他就是看著 讓我會覺得 因為我聽不懂他們說什麼 讓我會覺得 有可能是那個櫃台 其實是一個很 比較不好的人 然後那些觀光客 很可憐的法國 驕傲觀光客而已 對 結果沒有啊 他們後來拿那個鑰匙 然後 然後就 然後就 然後就離開了 然後換到我們啊 我跟我的朋友 我說 你好 然後那個 那個他就變成 你好 就是 馬上高興了 來了一個自己人 對 自己人 辛苦了 所以你們最討厭是法國 跟美國 對 大家美國 日本人應該是 韓國人 我剛剛都沒有說 我剛剛都沒有說 日本人 因為 他們一定有原因的 有原因的 因為我 之前在京都玩的時候 因為在京都 我們有提供 可以穿和服的體驗 對 然後那時候一群 就是韓國人 然後 只是因為韓國人很愛自拍 我覺得啦 我就 又開始拍照了 超久 因為不然我們 沒辦法經過那個地方 超久 打到別人了 後來最後 他們最後一張 就開始輕輕的 就輕 很浪漫啊 其實很浪漫是我們 不想看你們親 哈哈 而且是日本人 就是不太敢在外面 大家面前 這樣輕輕抱抱的 比較拘謹 對 而且真的 重點來了 他們的拍照的背景 是有人住的地方 真的 這樣的話他們的家裡 都被拍到 而且他可能是旁邊 有什麼 有名字的 對 而且他們還 後來我就看新聞 後來他們就貼一個 是不能在這裡 不能拍照 對 有點沒有注意到別人 因為我們很注重看別人 你決定是韓國人嗎 還是從美國來的韓國人 有可能 應該是ABK 有看ABK嗎 仔細聽他們就說 自拍場 對 今天聽那麼多 騙來騙去 總有一天 他只會拼空的 是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1分之1強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看完了嗎 要記得訂閱 1分之1強的YouTube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想看更多精彩的影片 歡迎點選旁邊的精選的內容喔 一起支持 1分之1強 2分之1強